曾到国外留学的返乡青年苏林薇 不舍东港没有书店 控成为文化沙漠 即使实体书店难经营 但她仍然号召有志青年出资何故 打造镇内唯一的独立书店 想将文字的美留在东港 因为东港已经没有书店很久了 然后我们会觉得 在我们生长的时候会有书店 那现在小朋友他们少了 可以自己翻阅书 还有选择书的空间会觉得很可惜 所以就邀请了我四个朋友 想说一人就是大家出一点力量 一起在东港开一家书店 让这边的大人和小孩 有个地方可以去翻阅书 这家有情书独立书店 就开在苏林薇经营的青年民宿 留下旅社的一楼大厅 成为手间与民宿复合的书店 结合旅客和在地人 作为交流以往未曾接触阅读领域的基地 成功引起热烈回下 如果在台湾的各处青年旅社 有住过几次 那通常青年旅社都是飘书的多 就是要一本换一本这样 那在这边真的蛮特别 就是说看到喜欢的可以直接结账带走 这样 觉得还不错 其实我也蛮喜欢旅行的 那住过几间情侣 这是第一次我遇到的情侣里面有书店 然后其实我对这本书我很有兴趣 我第一次买就是这种诗选的书 因为我就翻了里面 我觉得它里面的编排很干净 然后这是以往我不会去选的书本 所以我觉得很惊讶可以在一个情侣里面 找到了我不曾会去翻阅的书 因为这边是结合旅宿的空间 所以也会希望在这边的阅读的人 跟这边的旅人会有所交流 因为来这边旅人也会希望遇到当地人 那如果有这个空间 让东港人也可以走进旅店的话 这样会激发更多的可能性 强调因为是选书店 所以书架上的每本书都是由五个创办人 根据自己领域兴趣进行挑选及推荐的 内容包含有海内外同书旅游书 甚至与港文化相关书籍等 建构东港的阅读新平台 因为我们这边是选书店 所以基本上这边的书都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书 所以我们会因为我们挑的书的领域不一样去做介绍 就是让来这边看书的人 他们接触到都是我们挑选过的书 然后也可以藉由我们的介绍 然后更喜欢上阅读这样 苏林威强调现今线上购书很方便 但选书过程冷冰冰 而实体书店无法被取代的就是人与人互动的温度 未来透过有情书 期盼开启旅人及在地人对阅读的兴趣 为久无书店的东港注入全新活水 评论是我们听张正豪采访报道